那现在呢我们就回来教大家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意念 就是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吃那些比较贵的国家旅游 你在外面吃饭觉得特别贵 那你就可以找一个民宿 然后有带厨房的那种 然后自己去超市买食材回来做 那我们在迪拜实在是没有办法承受这里的物价 因为如果我们顿顿出去吃的话 我们很快所有的钱都会花光 所以我们选择自己回来做饭 首先我们用到的食材有意念 这种意念呢有各种形状 在超市非常常见 然后价格通常也不会很贵 买最便宜的这种一袋 然后这种是帕斯特酱 这个酱呢非常的方便 里面有很多的番茄啊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香叶啊之类的 也可以买那种最小瓶的 然后再买一个洋葱 这样的洋葱 然后再买一盒这样子的 它会帮你弄好的一个肉啊 这个肉已经变色了 因为我们放冰箱里时间有点久 基本上食材就是这么一点 然后我们开始看怎么做吧 没想到在家里都不做饭的人 到国外旅游竟然变成了一个小橙娘啊 首先我们拿这个洋葱 这样子切下去 哦真的是不好切啊 这个厨房里面的配套柚子 实在是太不吉强了 感觉这个房都没有考虑到 要摸一把菜头了 接下来就开始把它切成 这样子横的 再给它切成菜 在这里就看大家自己的心情了 如果你想吃大一点的洋葱就切大一点 然后呢再倒入大概三四百黄生的水 这个量的话随便你啊 就根据你煮的Pasca的量 水不能太少 太少的话它会拧在一起 水太多的话可能会泼出来 咱们这个水啊 咕噜噜噜噜冒泡双切之后 就加点盐 为什么要加盐呢 因为加盐它会让你这个面 更加的有劲道 不会煮糊 我们就可以把这面光溢面全部倒下去了 但是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因为为了它不要糊 我们还是要搅一搅的 然后差不多到计时十分钟左右吧 根据你煮的量 还有你那个面的软硬大小 到时候你可以煮到一半 你去尝一下 煮到自己喜欢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只要你有手就会 倒点油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洋葱倒进去 这就是有手就会系列 包焦包会 做出来不好吃 来找我 好 把洋葱先放进去 给它弄弄开 差不多等到听到滋滋的声音啊 这个锅热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倒下去那个肉了 现在把这个肉炸开 我们这个面已经好了 可以把它给关掉了 然后把这个肉倒倒熟啊 这个肉熟了之后 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倒酱了 拿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酱 倒进去 不要客气 我们给它倒锅啊 然后给它拌拌匀 然后把刚刚那个洋葱倒倒进去 拌拌匀 拌拌匀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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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边的话是我们两个人的份 而且是可能会两餐这样子 所以就多煮一点 拌匀 哎呀 怎么办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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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做好了 这样一份意大利面就做好了 非常简单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的话 请给我一个赞 然后三连不要忘记了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